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是的 今天比較隆重一點 因為早上一件大件事 跌了四五百點 立即召喚了兩位重量的專家上來 我想熟悉我的朋友 都對他們兩個絕對不會陌生 第一個就是黃華 Fred 然後就是黃伯 Peter 但其實你們兩個有關聯 我怎樣介紹你 你們不如自己介紹 你的名字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熟悉 你的名字就是 投資總監 遊戲經理 逆方資本 逆方資本的投資者 即是扎非人老闆 現在黃伯也跟你有關係 逆方資本的首席經濟師 我最主要看雲觀的經濟 他就是未觀的 但其實如果說辛苦 說功力高 我真的覺得黃華功力比我好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或者這樣說 在一個基金裏面 他真的每個公司 即是我們有投資 他都很仔細去分析 但我的 又不可以說我不重要 為甚麼不重要 為甚麼重要 所以這樣分工 明白 但其實你們兩個怎會認識 是否通過我的節目認識 可能是 是否應該我拿一些信用 是 以後我都可以在逆方 拿一個PR的位置給我 立即是開個位置 是你們兩個是因為我的節目認識 是嗎 我不要記住 應該是 應該這樣說 聲稱相識 其實我很早期已經聽到節目 我做節目時也有聽 但我很早期 我認識你多過 Peter 是嗎 我不太記得 但我經常聽到節目 OK Peter 不是 Fred 我永遠記得一個股份 就是順域光學 那時你說的時候 抱歉 我只知道銀行股 石油股 港鐵股 不是順域光學 那時起碼五、六年前 那時是多少錢 可能是 我認識你那麼久 可能是幾元 我的天 現在 今天行股現在跌 是70.2萬8千5百多點 跌了0.23% 順域是升3.6% 122元 你這件事真的跑贏 有否跑贏騰訊 應該跑贏騰訊 應該跑贏騰訊 你說股王的話是順域 還有市值都大到 可能快要入行生指導成分股 上次都差點說是他入 上次就傳他入 對 差點入 是的 順域光學 你拿一隻順域光學 你的基金就完成了 當然我們中間有 你有沽的 有 你有沽順域 我們對順域光學很有感情 不過有感情歸有感情 我們都會沽空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逢身基金 可能大部分都是這樣 例如TOP10 Holdings 你也沒有一隻股票 你沒有可能持有超過10% 即是如果升了你就要沽 例如說10% 如果你真是當你一 那些就沒有一注六贏 最多是10注 10% 如果你真的升了30倍 那個基金 有30 只是那裏就回報36% 當然這個 我剛才說的東西是一個 不是真的 不是說很多基金都是這樣操作 但是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基金理論上 因為有分散的投資 所以理論上基金 應該的回報是較為穩定 應該跟市的波動是比市的波動 是比市的波動 這個我會這樣看的基金 如果你每樣都 調回我們散戶 可以一注讀贏買下去 說買大賠大買多賠多 我們自己都做到 所以我想 在投資方面 譬如炒過股 我們散戶炒過股 或者去買基金 那個目標可能有少少不同 這個如果之後有機會 有機會我們再說 尤其是對沖基金 因為對沖基金是追求 每一年 市升市跌都贏 不是市升的時候贏那麼簡單 是市跌的時候 都希望贏 未必贏到 但是希望贏 所以它有很多沽空的動作在裏面 稍後再說其他基金的事情 不過首先說大市 今早一起床 4、5、8點的跌幅 現在是2點多 跌幅收窄了很多 現在究竟是甚麼事 今天又聽到甚麼消息 是中東那邊被人反貪 跟我們有關 還是是石油價 還是甚麼事 我覺得投資者更壞了 市升了太多 其實跌回400點 都是說1點多巴仙 是 即是這個 即是大家立即說 甚麼事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於跌這些3、4、8點來講 如果你對於那個 你對風險 其實你了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跌3、4、8點 就不應該 或者你的投資是一個 比較長遠的一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這3、4、8點 就不應該算是甚麼 不過可能做傳媒 當然跌3、4、8點 就要說多些說 嘩 很厲害 但其實現在又 但我的問題是 如果是今早跌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殺牛熊症 我不知道 有沒有機會 看到市場很強 是不是看到 即是V型反彈 我不知道收市是怎樣 會不會再跌 其實中間這兩三年 一定是會有轉軚的情況 即是有些人說我轉軚 其實我轉軚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也都基本上為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中國人民幣穩定了 系統性風險沒有了 我覺得過去兩三年 最大全球的系統性風險是中國 那麼中國怎樣解決這個系統性風險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民幣不讓你走 只要拍桌了 阿爺不讓你走 那麼連那些 最有錢的人的錢都說不走得出去 那麼某個程度上 中國人就收貨 那麼沒有了這個系統性風險 然後環球經濟是真的復甦 我覺得是真實的 這一下 那麼你的市場就會一直升上去 那麼當然中間你不是一條直線的 那麼突然間 好像今早早一樣 一點幾%下來 那麼這些是不奇怪的 但是當然我們 我現在這樣說 你說會不會之後會不會有機會轉軚 那麼當然可能有機會轉軚 如果突然間譬如說 北韓金仔突然射個核彈出來 那麼你當然是要變的 但是我們的變不是說 或者我的變 不是因為說市聲 所以我就會唱好 或者市跌 我們就去唱跌 而是真的中間有個因素 而這個因素我 今個星期就這麼說 下個星期就這麼說 再下個星期就這麼說 直到有些事情的改變 人民幣你說企穩 這個我知道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未辭職 那時候在電台 那時候你是沽人民幣 我是沽人民幣的 但是後來你就說 因為現在 因為政府的政策 我平了倉 平了倉 都要賺這一筆 但是 但是我覺得你最近又不是非常樂觀 我不同的場合 或者看你的文章 就覺得你是擔心 美元的聲勢 可能會帶來一個 即是不穩定的因素 這個 我聽到好像你覺得 是有頂頂的感覺 又不是這樣說 即是我們有短線 中線或長線 那我覺得就是 在未來這半年來講 我覺得市都會好像是今日這樣 即所謂的今日感就是 他有機會因爲升得多 就被人折迫 但是 因為經濟的底是強的 所以都會有很多資金 去托迫住 你說是否再創新高 或者大幅創新高 這個我講不到 但是的確經濟是正在去 市是有承托力的 但是如果再長一點 爲什麽我會 大家要留意著美國 不好意思 我想跟導演說一下 他是黃拔 就是全方位的投資者專家 另外那個就是黃華 一出來可能應該是給 兩個不同的態度 如果不像一個人叫兩個名字 好嗎 他是黃拔 那個是黃華 好 繼續 我們看經濟就是那個長 短期就是好像今天那樣的波動 但是中期我講的是半年 我們就要看著美國 因為美國 第一就是很多人不喜歡大陸 亦都唱衰他任何好 一事無成 但是如果我們純粹看經濟的數據 其實過去兩季 美國的經濟是達標的 是他說美國的經濟需要超過百分之三 之前兩季都是達到百分之三 有百分之三 是的 這個其實不是那麼多人說的 所以我就說假新聞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 我也是真新聞 我相信特朗普是他講的假新聞 是存在在我們這個世界上 這些人的傳媒特地不是這樣提他 因為他跟傳媒開戰 但是如果特朗普學我們的特首 一被人打80萬居風頂 他就跪低的話 傳媒就對他友善 你跟傳媒開戰傳媒當然是不喜歡你 你好的東西就不報你 特朗普交到功課 他交到功課 如果交到功課 我不是靠估計的 這些又是主流新聞會報的 我就說為什麼他這3%是有理由 如果大家有留意特朗普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有一個政策 是他經常說的 去規管 而去規管 是每一條新法例納 就會有兩條舊的法例被取體 而我也有查證一下 我跟北美的朋友說 是不是真的在動 他說其實不只一條新法例 是裁減了兩條舊法例 他說他聽到是說16條 美國是以一個全速去規範化 去監管 而大家經濟學只有一小小概念都知道 那些所謂一刹循鬆綁 其實大陸也是 也是這樣 大陸也是 管就管死 一不管的時候就慶含和不去 所以美國現在的經濟 那3%是合理的 可能之後更厲害 因為他是去監管 而那種去監管的速度 是用了列根 列根很出名 列根當時他的監管 他用了七年 去將那個所謂他美國的欠報 減了三分之一 用了七年時間 特朗普用了九個月時間 已經將那個欠報 減低了三分之一 即他真的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他自門報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這件事 他的所謂行政命令 他只是要靠行政命令 就簽到 不需要通過國會 所以正在去 OK 但問題是你說特朗普有成績 他做事又快 美國經濟又好 那我正在想 那是 不是你說美元強 美元強 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美元強 你身體以前是沒有運行的 你說一個minor ejection 即可能一個跌兩三成 或者兩成 港股都能否定住 你跳了步 你這個就跳一步 你太快去到 那個所謂的結論 那中間時候 因為一路拆牆鬆綁的時候 那你亞洲也會有訂單 或者全球的經濟的復甦 是先發生了 所以就說解釋了 現在是市升 所以是市升 但是你說 百分之三 是否強到美元要 強呢 不斷地上升 又未去到 你又要明白聯儲局 其實也不想息加太快 是呀 剛剛那個鮑威爾是 被視為甲牌 是的 被視為OK的 是的 其實中央銀行永遠都不想加息 大家都是寧願玩貨幣才真的 所謂減息 或者是不想貨幣升值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聯儲局會拖著 去到真是頂不住 真是 喂 如果我再不加息 即他通常那個加息 傾向是遲了 所以這個可能 你就要去看美國的經濟數據 是不是接下來這兩三季 都是百分之三以上 如果是 大家就要小心 OK 即你覺得加息會多些 會比預期快 是 甚至有鮑威爾在 別人說是夹派的 如果去到GDP 去到4%5% 你就不能不加 但這個要時間 三個月才公布一次 是 是 所以就說 這個時間 我相信就是 所謂的Party 仍然都有一兩季走 一兩季 即是只有這幾個月 我不敢說 我說一兩季 我不敢說第三 因為你要之後看 譬如說他之後公布 只剩下GDP 只剩下2% 可能市場又可以繼續玩 明白 Fred 其實他是 異方投資的 渣費人 但我知道你 總之異方 不過我就說你 我喜歡用科技股 投資專家來形容你 其實你之前跟我說 你有少許其他的擔心 和大陸的擔心 你講你的原因 有幾個原因 但他不是因為今天跌了幾百點才說 他之前已經說過 我想是說 內資股全流通 上個星期出的新聞 就是Rumor 但這個Rumor是有機會的 因為早期我們感覺是 錢不准出去 現在有少許想外面的錢都入回來 你這些級數是這樣的 你說話永遠不民 所以到了後面 我們是不明白的 內資股會流通 你可否解釋一下 內資股全流通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國企股不是一向都流通 你的意思還 IPO的部分股票在外面 但有些股票是屬於內資 它是沒有流通 以前是不可以賣舊股 即是可能是國務院持住 簡單來說 可能是阿爺持住 或是國企持住 現在如果全流通 這些股份是可以流通在香港 自由買賣 即是批舊股的機會大了 當然是不會一次過的 但這是Rumor 即是我們現在國企股 看到的流通量 即是Bloomberg看到的流通量 只不過是一部分 是一個市值 市值很多時候計算是流通的股份 流通的部分 香港流通的市值 香港流通的部分 內資的部分沒有計算 內資的部分還未計算 還在阿爺手上 現在上星期最新的新聞 Rumor 就是可能做市點 找些股份 即是將內資股份 都可以變相在香港流通 即是發多些H股 即是有銀子 即是將美元吸回到中國 你這個日子快了 這個怎樣為止 因為港幣是海外市場 如果你發股票 將舊股賣出來 即是有些大時代 最後一個印銀子的方法 就是大量去燈舊股 然後在舊股取得到的錢之後 當然有部分會回到中國 這個時候 你不只是將城牆圍 你將錢拿回來 我會儲備再拿回 我會儲備會升 可能會升 所以我說人民幣 不能再跌下去 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外匯儲備會升 外匯儲備會升 第一 這個未發生 它可以發新股去進行 其實所有香港的 大陸公司 即是特別是國企 的IPO 理論上是會增加外匯儲備 第二 這個跟外匯儲備都有些關係 就是我聽說有些跟外面做生意的公司 即外貿公司 他們賺到美元回來 以前他們可以選擇把錢拍在海外 現在外管局要好 或者總之阿爺 就是強制要他們的錢撥回來 OK 然後還要強制對賣人民幣 OK 那裏基本上又令外匯儲備提高 所以阿Fred你說這件事 中央的目的是想令外匯儲備增加的原因 還是他想做國企改革的一部份 兩樣都有 但最主要是將錢拿回來的同事 即是你除了為了不讓人出之外 更加可以用進取的方法去做 進取的方法就是 你將舊股埋出去 說起來是好聽的 因為你是變成 你要令到 因為以前的錢 如果你是內資股的話 你沒辦法減持 你一部份的股票沒辦法減持 沒辦法減持的話 那上市公司的管理層 因為都是打工的 他拿的新稅號相對不太盛建比 所以很多時千方百計 想將資產轉移出去 轉移出去的方法就是資本開支 所以人們經常都問資本開支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是櫃桶底 就是收購一間公司 是的 第二就是收購公司 M&A M&A 但公司可能和你自己有關係 或者買底 千絲萬鈕 我和王拔熟 我買了一間公司 大家有些交易 很多國企是很好的 不是一束光打算人 但亦都有這種國企 因此如果這樣做的話 利益就會重新 重新是管理層 因為本身的薪金很低 所以要經常做這些事 如果現在你可以內資股 可以全流通的話 那就變成要將股價做起 理論上 將業績做起 將E 做起 E 做起 然後P會延伸 然後再批 然後再批 那是最理想的 那是漂亮的 最漂亮的 最中長線是這樣的 所以股票很完整 是的 所有事應該是股票完整才能做的 但你是自信 對這個消息自信 但短時間就會自信 因為如果突然之間有很多隻股票 在同一時間全流通 當然是來不及做起的股價 亦都來不及做起的Earning 當然最快當然是批 就是籌碼的運用 你是最快速的方法 是立即做這件事 否則股票下跌了之後 你再做起的Earning 其實就不 就是看時間 所以我自己覺得 短線是很差的 其實這件事 對股票市場來說 中長線可能是好的 那我就會受到一個短線 但短是在說半年 還是在說幾個月 不知道 可能是一年半彩的 你在說是國企股 還是民企股 民企國企也有 民企國企也有 民企也有一些內資股 不流通 大陸的人拿著的 或者是受監管住 它不可以隨便買賣 很多監管 所以這個消息就是 但有沒有試點類似哪些公司 現在聽說是6060 又說6060 這個中安正在申請 有傳聞 有兩隻股票 一隻是中安 另一隻我忘記了 為甚麼這麼有趣 為甚麼那時上市 又不批多些 即上市那時IPO申請多些 亦都有可能是 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壓住 變了流通量少 投資者 Cornerstone的投資者 即機構的 策略投資者 是願意買多 因為區別的街貨少 OK 其實流進去 你是在說 博弈的 其實它有博弈的情況 這個是中國內地的關係 那個情況 另外就有兩個 另外後面就有兩個 一個是CRS 就是Cummon Reporting Standard 不好意思 我還沒說完這件事 你剛才說的 這個就是 內資股可能會傳流通 對國企股可能會有壓力 但問題是這個消息 在上星期傳出到現在 目前為止 沒有反應 我估計 我估計 我比較聽你這樣跟我說 好像市場 不是那麼有反應 是呀 是否你太擔心 因為有一個中長線的好 還有一個短線的差 看看市場 短線完全沒有人說 是 還未流通 還未確認是真的 我猜是這樣的原因 大家都猜猜猜 還有會下一步怎樣做 整個 這是比較新的 因為之前沒有Wuma 是第一次出現的一個謠言 那你甚麼時候 你覺得我們就要 可能當大家所有人 都看到這個新聞確認的話 我們是否要走火 即是即刻要小心 對市場 就是要看哪幾個公司 已經開始拿到這個賠額 可以流通 那四重案 而這些會不會批股 關鍵是會不會批救股 如果真的可以容許批救股 而如果真的批救股的話 還有會不會協調 會不會協調這些公司 雖然你拿到 可以全流通 但你排隊 你不要一次過推出來 即是有秩序的 那就可以 如果沒有秩序 就有點恐怖 因為它是舊股 舊股變延 套現 那你相信會是怎樣的情況 我相信情況是怎樣的 市場是前往前往的 即是國企那班是有秩序的 但你一聞到有這個糯米 那本身已經流通在海外的股票 就立即批過了 即是你知道市已經差不多 即是可能是有一個巨大的賤出 巨大的股票機 或印鈔 那你就首先去前往 所以股市通常去到 頂的尾聲 通常都是很多公司集資 而市盈率是很離譜的 即是幾十倍市盈率 一百倍市盈率 或者不賺錢的公司上市 好像來的 就有幾隻股票一樣 那這是第一個信號 第一個信號 不代表最後的信號 第二個信號就是 有很多公司未必好 它的股值已經是相對高 它出來批股 而且是批舊股 它不只是批新股 新舊股一起批 那越來越多公司出現這個情況 這是第二個信號 即是見頂的 當然是新舊股一起批 我不太明白 即是有些公司批新 有些公司批舊 批新股 就說公司的發展 然後再找機會去套現 再找機會去買些資產 第二 如果批新舊股就更加直接 即股東直接批舊股 直接要錢 直接落袋 不用搞那麼多 這個博弈的遊戲 去到第二階段 頂的味道會更重 更重 但它現在批的H股 現在只是上個星期 所謂的謠言是H股 是H股全流通 那個是由政府去主導 即它批得快批得慢 即會有秩序 是要中正監 是否由中正監 只是 還是國務院 還是甚麼 不是說那個CEO想做就做 是批逼他 然後他就可以去流通 他應該是有秩序地做的 是 或是誰跟他朋友的批施 市場人士如果見到有秩序地推出 他就有你沒有 在外面就先圍住 即會在外面其他股票 即是我們現在上市的 千多隻股票 它就會動 其實現在市場去到 有很大的成績 而且是你開始IP的時候 會收起很多資金 那你批新股或批舊股 相對是比起你半年前 容易接收了 即是你會有機會 有機構性投資者去接收你的貨 那大家都等著 哪個位批是最理想的 可能還未夠高 30倍 40倍還未夠高 可能穿到40倍 那大家都在等著 如果突然之間有另一個勢力 是進來批的話 那你當然先批了 即是一個博弈遊戲 那我覺得 我始終覺得是一個 Sorry 我覺得起碼 即是 即是我們有個派對玩 應該 不是 不是 但如果你看很宏觀 它怎麽都一定股價 美麗了才被我們批 關鍵是現在是否叫美麗了 還是還可以美麗多一倍 還是多少 起碼應該美麗 這個 assumption 起碼應該整美麗才不是 你不會搞串派對的 如果在大局來說是 但在個別股票的持有人 他未必是這樣想的 即是你在大局來看 即是在Macro的層次 你去控制股票去全流通 是這樣看的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是好的 所以 你這樣思維 其實還有你十九大之後 你是大把時間做這件事 你十九大前 你還有很多 有些不明的數字 你不敢大動作 做一些太大的股改 是 現在過了之後 你政治相對穩定了之後 再做這個經濟上的重組 是有機會的 OK 時間怎樣都會吻合 所以你看到我跟他 不要緊 同一間公司有時的觀看 不用一樣 是不一定的 不一樣才有存在價值 當然 當然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這個不是需要中正監 或者是監管機構去批的時候 那你就會害怕 因為鬥快 但現在是H股 全部都是聽爺頭的 你要問爺他需要甚麼 其實爺真是最壞就是萬牛 因為他解決就是債務問題 如果是H股發生股 就是處理外債的問題 如果是A股發生股 就是內債的問題 兩邊其實他都要搞 所以我比較傾向就是 第一 阿爺會是所謂coordinated 就是有協調的 去配新股 而我覺得他不會 因為H股市場始終是小的 如果你不斷發新股 H股很容易倒塌 H股倒塌了又有一個甚麼問題 就是你連帶來A股 都想做這件事 你是做不到 所以我比較傾向看 就是他寧願托著H股 希望A股以前一直有個救病 就是A股那麼貴 然後H股那麼便宜 那時候那些鬼佬就唱衰 因為他懷疑他不是好買到A股 他跟著就說 A股炒得那麼貴 你不值假的知而此類 那你就做不到一個萬牛 但現在不同 當H股升上來的時候 A股是相對便宜的 然後你在A股再發新股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看 H股也那麼貴 A股 你從鬼佬的角度 也沒有辦法說 A股特別貴 因為我們H股也那麼高 H股他們有評語有成的 他們有份玩的 變了我覺得 如果整個國家的策略來看 就是會托著H股 希望第一就是H股慢慢 就算我批我都會慢慢批 然後就是希望A股 跟上來 然後A股再批 其實這個在2015年的時候 我覺得國家已經是想這樣做 但當時他跳了一步 就是他沒有怎樣炒起 他沒有炒A股 他炒A股也沒有炒H股 我覺得有甚麼原因 就是當時其實有少許鬥氣 他不想讓鬼佬贏 那這次你覺得可以讓鬼佬贏 就是你托著H股 那些外資可買 那你上次衰了 那你上次衰了 你都要面對現實 就是沒有辦法 那個定價權 都要給少許鬼佬 就是你都要給他賺一點 然後H股這邊有人批 A股這邊有人批 那他就會解決到他的債務問題 明白 但Fred 你還有其他擔心 還有兩個是 1月2日會實施全球捕稅系統 CRS C-R-X C-R-X 這個CRS 即是全球報稅 譬如你有的東西 無論是全球銀行 大家都知道 譬如黃華有多少錢 為何要報稅 但這個我們在說 Sorry 應該不是最近的事 你在說一年了 實施戶是1月2日的 2018年 很快 即2個多月就會實施 這個是怎樣 因為早期是FACA 即F-A-T-C-A FACA針對美國人 主要針對美國人 現在CRS是全球的 不是說哪個國家協調 中國都配合 香港都配合 香港都配合 很多銀行戶口 或者你買賣的戶口 都慢慢慢慢要你重新申報 你的Tax Identity 你在哪裡有稅要交稅 很清楚是要令到所有稅務浮面 即需要交稅的地方浮面 你針對你的有錢人 阿黃華 你針對你 你立即臉青 這個CRS會影響到的情況 是很多High Net Worth 機構性相對影響較小 但個人投資者 其實有錢的家族 或者有錢的person 這個就會影響到他們 通常你還要有跨境的背景 如果本身 譬如我從小到大 我都是在香港很大的 你沒有什麼這些 你很像全球的資產 對我多到全球都是 你全球報紙 那會怎樣 即他們會沽股票 你的錢都要在 你不放在香港 就放在大陸放在美國 但你本身有貨 就可能會 解決了 即可能會賣掉 因為你要 但我擺cash就不用給稅 是這個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 很多人其實未必 每一個戶口都報 所以那些戶口可能會需要去 close 所以我猜 這個 close之後 它就不會交稅了嗎 close你的錢放在哪裡 你會集中 可能consolidate 但這個過程 可能1月2日就會引發到 這個連鎖反應 不好意思 我也是不明白 譬如我現在有10個戶口 每一個戶口放1萬元 和我一個戶口放10萬元 有甚麼分別 對於報稅來說 你未必查得很清楚 但如果這10個戶口 在1月2日忽然之間 都同一時間 叫你申報利益的話 你可能有8個戶口之前 沒有申報都很清楚 有可能會close這8個戶口 因為你要一直申報下去 其實可能代表之前 可能有一些稅務 你是沒有報到的 這樣的話 這樣 不會引致到 有一部份的戶口 會需要去關閉 這個會引發到一點點 你會賣股票 賣資產 這個動作 但cash是不會交上你的 因為你有其他股票戶口 會charge你或者其他資產 或者買賣過的 買賣過 你沒有報到的 這個你覺得會引起 這個有一點點的 這個會有多大 在1月份就知道 estimation 挺大的 多少億的美金 沒有統計過 這個可能很大 可大可少 這是一個影響 第三個影響就是MIFID II MIFID II 很多很少人說的 MIFID II 令到我們是基金 我們基金有很多投資銀行 即serve我們 很多時基金和投資銀行的關係 有一個叫soft dollar arrangement 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沒有用這種soft dollar arrangement 我們用hard dollar 我們不用soft dollar soft dollar arrangement 大部分基金都是這樣 在交易的時候 會儲一些soft dollar 在交易的時候 儲一些soft dollar 例如儲在投行上 投資銀行的盤房上 變成交易 equity cash equity 或者prime poker 你儲了那些錢 就拿來付費用 是付投資銀行的 即是付投資銀行的 MIFID II 就會引致到 這個soft dollar 是不允許有soft dollar 如果你背後有歐洲客戶 很多基金都有歐洲客戶 因此你的soft dollar 就會少了 引致到基金會交易少了 交易少了 不代表它會沽股票 可能它是沽空股票的平行倉 或者是 即是它會沽空 它會做的買賣會少了 因為以前是迫著它去買賣 因為有時它要 它要增加這部分的reservoir 即是儲水量 令到它加回費用 這樣的話會令到甚麼情況呢 就是交易的liquidity會少了 股票的乾身了 成交量會低了 OK 這個也會影響到股價 因為liquidity少了 可能會影響到 會有一個liquidity discount 這是比較少的 這是多少開始 這個都是明年初 全部都是明年初 但現在最容易看到的是 投資銀行 最近看到Bloomberg說 Morgan Stanley的 分析員跟他聊天一小時 就要2800美金 你看到好像是甚麼 其實不是 其實就是因為這件事 引致到他要收2800美金 每個投行都會有自己的價目表 你跟分析員聊天要多少錢 你看他的報告要多少錢 你參加他的活動要多少錢 就拆開了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是一個軟性的 因為我買你 你就有free share 因為我交易很多 所以你就給我這些服務 現在是不行的 現在只要背後有歐洲的客戶 你就跟我說這份報告多少錢 或者跟分析員每個月 談多少次多少個小時 值多少錢 全部都是明碼實價 這個明碼實價會令到投行和 例如我們買方 我們叫buy side 我們基金 那個關係會疏離 但你會因為這樣買少股票嗎 交易的頻繁度會少了 會交易少了 因為以前是有些基金 他一定要交易到一個量 他就會得到某些資訊 那時是叫局炒 但現在不讓他這樣做 明白 時間不多 恭喜你的293 只是13元左右 即是今早跌到12.5元 12.5元 現在是12.98元 那其實那個理由 今早就是 這個建韜 就將他手持的股票 賣了 就賣了給卡塔爾航空 其實我看是一個好消息 卡塔爾13.6元 有日價的 13.6元 那他立即試 那誰立即試 他們沒所謂 你也好 11.5元 但問題是 沒有時間 有甚麼問題 我們星期三再討論 今天就是談談市況 星期三 現在兩位重量級的嘉賓 上來 今天談談大事 星期三 個股 Peter有研究他的個股 iPhone 6 大賣 Fred Wong 都有研究 給我們起碼兩三隻 會有好心的解釋 但今天首先要談大事 Peter 中短線 seems no worry 但黃華提出 剛才那幾個因素 大家可能要小心 今天是這麽多 星期三同樣時間再見 不過我再提一提 我的Facebook轉了 Fans Page 是威威 即是威言大威 威威 大家去這個Facebook 來早些 知道我會星期六 會告訴大家 星期一有哪個嘉賓 還有可以在我的Facebook留言 我知道有聽眾很乖 觀眾很乖的已經留言了 用我這個Facebook 不要用我之前的Facebook 下星期三同樣時間 2點15分再見 而星期一5點05分會重播 OK 麻煩你